第31集 秀恩爱 死得快 一行劫匪 直接被扣上了手铐 压上了直升机 北风这个危险分子自然也避免不了 一同上了直升机 区别之时没有戴上手铐 剩下的乘客则是有几位特警护送回去了 一间询问室中 一个警察冷冷地对着北风说道 姓名 北风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 北风 北风默默地想着 自己居然杀了两个人 虽然是他们该死 但 问了半天 加上车上的乘客都帮着作证 北风得了一个见义勇为 同时获得奖金13万 不过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拿到钱 出了警局之后 北风恍如隔世 一个警察对手下吩咐 盯着这个人 我觉得他不简单 警员不解地问道 队长 这个人虽然因为防卫杀人 要监控一段时间 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对吧 中案组的南新给其他人分析说 你不觉得他的表现太淡定了吗 还有死去的劫匪中 一个人整个头部都凹了下去 那得是多大的力道才能够做到这样 在场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劫匪是怎么死的 有人不解地问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人呢 怎么抓 别人身家清白 没有案底 而且这次也是帮助我们破坏了这么大的案子 只能够盯紧一些了 南新说完就离去了 留下一脸若有所思的众人 北风找了一个酒店下榻 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入睡 一闭上眼睛就是两个人的死状浮现在面前 真的不一样了 北风默然 要是以前遇见这种事情啊 自己肯定也是老老实实地不敢反抗 但现在 自己居然奋起一搏 只是为了不把自己的安危 寄托在会大发善心的劫匪身上 一晚上纠结了许久 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第二天 北风准时醒来 已经养成了习惯 打开窗户 开始休息 这已经成为北风的必修功课 也许是心态的变化 北风更加地自信了 休息起小光明呼吸法也感觉熟练不少 只是这极寒冰在体内 让北风的动作有些僵硬 咕噜 一阵雷鸣一样的震动 从体内传来 浑身肌肉如同浪潮般的起伏 北风的腹部狠狠摇 一股比铅笔心大上一半的光芒 被吸收进体内 一股炙热瞬间爆发开来 极寒冰就像受到威胁一般 也猛然地爆发出了一大股的寒气 两者碰撞在一起 谁也不甘示弱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别提有多酸爽了 冷得刺骨 热得灼肉 全身的细胞在冰与火之中 毁灭新生 越来越强大 整整三十六次之后 光芒消失了 极寒冰也安分下来 北风的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而后隐没 身上一层黑色油腻的污垢 散发出了一缕缕的恶臭 北风急忙地去冲洗身体 在洗澡的时候 北风也抽空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 北风人组 力量 十五 速度十四 精神十七 武功 小光明呼吸法 登堂入室 武器 极寒冰 二级宝物 一级锤吊者 当前经验 一千八 杠一万 没想到 极寒冰散发的寒气 和小光明呼吸法 相辅相成 这一次居然提升如此巨大 北风自言自语 虽然是小光明呼吸法 神意不凡 但是极寒冰 也是有很大的效果 可以说 两者加起来 绝对不是 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看着镜子里 皮肤白皙 充满了流线型的身材 腹部八块腹肌容器 北风很是满意 虽然现在看来像个小白脸 但是总比以前的病老鬼要强吧 北风握了握拳头 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现在自己的身体素质 可是远远超过正常人的平均值了 一拳一脚之间 都有三四百公斤的力道 北风躺在床上看着电视 城市离夜不落 但早上开门 却是很晚 现在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 街道上基本没有行人 就连车都是稀少无比 九点以后 北风穿衣起床 在街上的一家路边摊 吃完了早餐 买了一个红包 婚礼是明天举行 今天北风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安排 但走在街上抓了抓脑袋 北风悲剧地发现 司机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一张电影票 一桶爆米花 外加大杯可乐 思来想去 北风还是决定 去看一场电影 打发一下时间 收音台妹子看着北风的目光 有些奇怪 基本上看电影的 都是情侣一起 再不计也是 三两个好友一起来 这独自一个人来看电影的 还真是少见 北风进入放映厅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旁边是一男两女 男子穿了一件西服 戴了一块 大概三万左右的浪琴手表 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 连个女孩呢 也是不可多见的美女 真是羡煞旁人 左边靠在北风的那个女子 应该是男子的女朋友 小鸟依人的样子 充满了江南女子的婉约 北风也就打亮了一眼 不带关注 安心地看着电影 电影放到一半 靠着北风位置的女子出去了 估计是去了洗手间 这时 男子一旁的女子 突然依靠在男子身上 轻声说道 亲爱的 你们进展怎么样了 男子一脸得意地说道 放心吧 他太好骗了 要不了几天 我就借口生意出了问题 找他借钱 你注意一点 别被他发现了 男子私下看了一眼 见到没有人关注 才松了一口气 大手覆盖上女子的苏胸 揉捏着 两个人自以为放映厅灯光暗淡 而且电影的声音很大 旁边人看不见 马蛋的 敢在单身狗面前秀优越感 你死定了 却不想被北风全部听在耳中 叔叔能忍 婶儿时都不能忍 自己还单身呢 还要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你长得这么丑 居然还想左拥右抱 北风来了兴趣 走出放映厅 等在门口 北风眼前一亮 上前对女子问道 喂 美女 我是刚才坐在你旁边的人 刚才那个男的是你的男朋友吧 对 他是我男朋友 怎么了 女子说完 警惕地看着北风 刚才你走了之后 他们两个就搞在一起 我听那个男的说 过几天 要以生与资金周转不过来 向你借钱 信不信随你 北风说完就离开了 留下了女子 一脸青 一脸白的 嗯 做个善事的感觉 真不错呀 北风才不会承认 自己是被秀了一脸血之后 报复的 感谢 感谢 感谢